大家好 歡迎來到中午選歌王的時間 和大家看看今天的時放 港股受到昨晚美股急措 加上加密貨幣出現崩塌漆的情況下 今早早大幅低開 但低位度很快有支持 恆指今早低開後最多跌過三百多點左右 落到二萬零七百點附近就存定反彈 半日收報起二萬零八百七十六點 跌了大約二百點左右 跌幅1% 大市的成交仍然屬於一個比較偏旺的水平 半日有七八零二億 科網股汽車等股份 股份是比較大的 亞里百度今早跌了大約4%左右 比亞迪今早早進一步回落 跌了半成 禁風今早下跌了4% 除此之外 光復、金屬礦石等股份 下跌幅比較大 如信而光能今早下跌了4% 紫金今早下跌了3% 除此之外 近期都相對熱炒的醫藥、教育股 都有明顯的回套 不過在大跌市之下 個別科網和電動車股 有強勁的反彈 美團和理想 今早在低位都反彈 以至半日倒升 除此之外 看有用品股 李寧 近日在調整期間 都力守著50天線 大約60元的關口位 短線來說 仍然可以看好 隨著內地疫情防控 除得成效 復工復產 加上消費逐步恢復 李寧銷售有望在谷底反彈 而年中大約購物節 618即將來臨 消費股 消費復甦 有機會成為股價的趨化劑 麥格里日前 將李寧的目標價 稍微微調到104元 反映下4-5月份的消費股 和營運開支比率比較高 不過麥格里仍然維持著 李寧跑贏大市的評級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歡迎大家收看 今天就到此為止 下次再見 來看看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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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